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大家好,欢迎来到禅道 陪你一起阅读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聪明人的做人之道 曾国藩说,最聪明的做人之道 是让人对你放心 得人心者得天下 放心蕴含着一个人的品格 也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 让跟你交往的人觉得放心 叔父,这才是最聪明的做人之道 让人对你放心 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 这意味着这个人厚道,靠谱 曾国藩出生于农民家庭 祖父,父母的文化都不高 他却最终成为千古第一完人 他进入仕途后 一路升迁可谓顺风顺水 升迁速度之快 当时朝中无一人能及 后又被封为一等义勇侯 成为大清朝唯一一个文人 却被封武侯的人 当时政局不稳 内忧外患加剧 身在官场却能全身而退 去世时还能得到清政府的最高优待 纵观曾国藩一生 他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与做人做事之道脱离不了关系 曾国藩一生都在探寻做人做事之道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别人觉得放心 靠谱 虽然说起来很简单 但做起来却不容易 放心蕴含着一个人的品格 也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 第一个 话不多 我放心 嘴茶子厉害未必是好事 留起一些话 也是一种境界 说话需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不要把自己置于进不可攻 退不可收的境地 一个剑拔弩张 喋喋不休的人 往往是浅薄俗气 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的人 曾国藩说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群聚守口 独居守心 行事不可认心 说话不可认口 进大言以误实 在生活中 精辟的 有价值的见解 才能受人欢迎 泛泛空谈 则招人生宴 曾国藩的 戒多言 源于一件小事 当时他刚进入 汉林院不久 正春风得意 一次 在给父亲过生日时 对前来祝寿的好友 郑小山夸夸其谈 有些得意忘形 结果引起 郑小山反感 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 后悔万分 他在日记里 反思自己 有三大错 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 二是 嘴上说话 没把门的 想到哪儿 说到哪儿 三是明明说话 得罪了人 还跟人抢遍 甚至到了 不尽人情的地步 总结这三点 曾国藩说自己 作为一个标准的 儒家知识分子 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 愤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 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 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一生在借多言 上下足了功夫 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 每日言语之诗 真是鬼欲情状 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邪屑 又不出自心中之诚 这种言语习惯 个性缺点 何时能把此根株 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借多言的要求 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 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 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 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 强调这一点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 俗话说 或从口出 立身之事 最记得就是轻浮和自满 从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 或者为了自我夸耀 而撒谎吹牛 因为这样一来 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灾祸 而来也会会失去 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 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人 最终都难成大事 与人交谈 总是对照别人的短处 夸奖自己的长处 或指着比人的短处不放过 都是为了贬低别人 从而抬高自己 这样的行为是典型的心胸狭隘 被人所不耻 也容易遭人嫉恨 所以说话要给自己留余地 从语言上把自己逼到绝境的人 绝对是愚蠢的 那些没有涵养 浅薄而又俗气的人 常常是那些滔滔不绝 嘴上不饶人的人 曾国藩曾说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群聚守口 独居守心 行事不可认心 说话不可认口 尽大言以误实 这些无不展示 曾国藩的戒多言 也说明 只有精辟的 有价值的见解 才会受人欢迎 口不择言 夸夸其谈 反而会令人生厌 曾国藩的戒多言 起因于一件小事 当时的他 刚升迁至汉林院 人生最得意之时 一次给父亲过生日时 好友郑小山前来祝贺 曾国藩对其大放厥词 甚有得意忘形之态 结果郑小山大失所望 扬长而去 事后 曾国藩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日记中写到自己的三大错误 一是常常自以为是 二是说话不经过大脑思考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考虑他人 三是无理缴三分 明明自己已经错了 还不承认 和别人争辩 随后 曾国藩说自己连恶言不出于口 愤言不返于深的道理 都参不透 连说话这关都过不了 还能成就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在戒多言 上下足功夫 他经常在日记中 反思自己当天的语言过失 和语言的真诚性 致力于改变自己的语言习惯 对于戒多言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 还将他当成家训 严格要求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弟弟 希望他们也能做到这点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 俗话说 或从口出 立身最大的挑战 就是骄傲和自大 说出一些言过其实的话 为了夸耀自己的能力而吹牛 这样做 首先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再有也会失去别人 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 谁还会放心 把事情交给你呢 所以 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人 最终都难成大事 第二个 聪明的人 懂得让功 1853年 曾国藩一介文人 没有从军经验 却一手创建了乡军 并最终凭借自己的力量 僵烧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烈焰扑灭 曾国藩管理乡军 凭借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让部下对其放心 让朝廷也放心 曾国藩有句名言 功不独居 过不推诿 乡军在打败太平天国之前 打下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安庆 曾国藩和曾国权兄弟 在这一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尤其是曾国权 他奋战在第一线 在安庆城下 带领将士们挺到最后 可是 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 却把这一战的谋划 统筹之功 让给了胡林义 把前线血战之功 让给了多隆阿 这令曾国权十分气愤 安庆是我冒着生命危险 血债一年多才拿下的 凭什么把战功让给别人 曾国权质问他的哥哥 对此 曾国藩只是倾笑而过 没有作答 曾国藩的智慧 曾国权还不能理解 对于曾国藩来说 让公义来可以赢得别人的拥护 笼络人心 别人的功劳 得到了超过期望的肯定 自然就会拥护曾国藩 最重要的是 可以消除朝廷对他的猜疑 让朝廷放心 历史上大臣功高多镇主 最终也会招来杀身之祸 曾国藩的谦让 才能让他避免悲剧 让公知事一箭双雕 既能笼络人心 获得更多的用户 让部下对其放心 又能避免朝廷的猜疑 让上级放心 第三个 聪明的人不占便宜 占便宜 无论哪一种形式 哪一种性质 哪一种目的 都可以一言以蔽之 便宜好战 或者难堪 或者麻烦 曾国藩曾说 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情愿人占无便宜 断不肯无占人的便宜 曾国藩派荣宏去美国采购机器 这是一个肥差 官场中的人都明白 荣宏一定会来送礼 但当时曾国藩已经离开了京城 为此 他还特意写信告诫儿子 荣宏送的东西 价值不超过二十两白银 就收下 要是超过 就退掉 收下小礼 是给人面子 拒绝大礼 是坚守原则 是仗义轻裁 曾国藩说 财聚人散 财散人聚 他轻裁 所以留住了人才 这样的领导 谁不愿意跟随 又有谁不放心呢 孔子说 君子太而不骄 小人骄而不太 真正的君子 就是稳如泰山 处事严谨 不骄不躁 不占别人便宜 轻财重义 谦让功 能做到如此 才是值得信任的人 也才能让人放心 是最聪明的为人之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喜欢 愿你福福生无量 希望你能给视频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缠到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